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正在欧洲巡回演出 但是中共试图阻止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比利时访问的时候看到神韵的广告 曾多次给布鲁塞尔当局施压 没有办法得逞之后又派出了大量的学生和华侨 企图用五星旗遮盖神韵的广告 自周日清晨开始 大量学生和华侨聚集在习近平即将下榻的酒店前 以及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大楼所在地书曼广场的神韵广告前 试图用红旗遮住神韵广告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地方 在布鲁塞尔街头共有35个神韵广告 习近平当地时间上午已经抵达布鲁塞尔 却没有按照原定计划从书曼广场经过 转走没有神韵广告牌的小路 此外只有相关工作人员从酒店前门进入酒店 酒店工作人员说习近平是从后门进入的 举棋和围观的华人表示 他们并不知道神韵是什么 只是在报纸上看过 在此之前凌晨4点多钟 酒店前守护神韵广告的法轮功学员所用的汽车被砸 车内贵重电子产品没有遗失 被窃的是荷兰语和英文转法轮各一本 比利时政府和警署受到中方压力 要求取下习近平即将下榻的酒店前的神韵广告 随后市政府和警署都确认不会摘下广告 尽管如此仍有人试图取下广告 因此法轮功学员连夜守护在神韵广告前 用视频记录试图强行违规摘下广告的举动 新唐人记者李悦 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是法轮功学员尔报道 下年 您将确认已是达成的